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张静凌 台中第二选区补选 国民党人选底定就是严宽恒 来迎大咖同台相挺 严宽恒是强调攻击污蔑铺天盖地 接下来可以想象会面临万箭穿心 严宽恒是最适合的代表中二选区的 立法委员候选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式宣布 征召严宽恒投入中二选区立委补选 朱立伦亲自出马 话说完还来个握手给严宽恒加油打气 我们出门我们不需要穿防弹衣 我们只要安居乐业 所有的攻击所有的污蔑 已经是铺天盖地 接踵而至 接下来万箭穿心 雪漏模糊 这我都可以想象 九花晚间正式宣布参选 严宽恒主打在地连结 为了替他夺回立委宝座 来迎大咖献神力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和台中市长卢秀燕合体造势 江启成也同台喊话挺到底 多位蓝营议员到场展现大团结气势 这一场选举绝对不是政党恶斗 这一场选举是让民众真正了解 谁能够为地方争取权利 谁能够维护地方的发展 谁能够成为地方的代言人 面对绿营早早就推出林静怡参选 蓝营终于也推出了人选 朱立伦喊话不拒战 不畏战 立委补选 知求对决 天璧别新闻综合报道 针对年底公投 朱立伦向总统下战帖 说不要躲在读稿期后 一起来辩论 辅方是反抢没有必要 刚好两人出席了同一个场合 但王不见王 听是听到了 转头失忆一下 公投倒数 在野党不断要求辩论 但被总统已读不回 而下战帖的主角 大约半小时前 在同一场合这么说 不过两人似乎有意避开 王不见王 朱立伦下午1点33分到场 待了大概15分钟后就离开 只是前脚刚走不到10分钟 蔡总统来了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错开 虽然同场没碰面 但为了四大公投 两阵营可是隔空吵得凶 确实杜立伦并未说出 上次对下次 至于前一天一度也误会 朱主席的总统府 这回总统选择不开杠 改上podcast宣传公投理念 北部的主要的县市的首长们都表达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核实重启的这个议题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深思 他们在公投的时候投下一个不同意的票 公投站 府院分进合集 朱立伦只能左右接招 基隆节运争议不断 民众党的秋成员召开了宫廷会 邀请蔡时颖谢国良参加 也被视为是基隆市长的前哨展 真的搞得不少人好乱 只是秋成员还特地召开 季节公厅会 算不算选基隆市长的起手势 但这场合也蛮热闹 平平拿着季节地图交投接耳 秋成员旁边坐的是同样被说 选基隆市长呼声很高的绿委蔡世英 而台下还有前兰英立委谢国良 三人同台选站位有点浓 虽然可能有一些竞争气氛 可能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度 都还是一样的 今天不是只有三个人在现场而已 有许多人 我们不要忽略其他人 季节到现在没盖 那就是个规划 最多状况就是维持身状而已 真的不能再开支票 毕竟要出来参选 这火最好还是别烧自己 只是蔡政府任内 不管是季节还是高铁延伸宜兰 好像都还搞不定 而这时前交通部长贺成蛋 抛新概念 假如要谈到基隆直接的服务的话 那应该是想办法打 善用台铁 以及把这个走廊 我们把它等于是做一些发车点上面的调整 也就是现在台铁不管是东部干线西部干线 都会经过树林台北车站七堵 造成路网重叠 运量负载过大 但若是改成西部干线和东部干线 还有到基隆 都从七堵站发车 贺成蛋认为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这评估不会又是十年后吧 台中有大学生开车跟一辆 马萨拉蒂发生了擦撞 第一时间是赶紧道歉 但没有想到对方居然是拿出了旅办挥舞 还把大学生拉到了一旁来围 甚至还威胁车上的乘客 不准报警 修旅车要切进慢车道 突然碰 擦撞到直行的超跑马萨拉蒂 驾驶靠边停 但超跑车上的人怒气冲冲 马萨拉蒂车上好几名男子 有人驾住修旅车驾驶的脖子 把他压到旁边查看车况 不只出拳殴打 还拿出绿棒凶神恶煞 对不起 修旅车驾驶跟乘客 不断道歉 对方没消气 这时车内响起电话声 刚好是18岁驾驶的妈妈打来的 同一时间驾驶疑似手 做出打电话动作 暗示同学快报警 却立刻被马萨拉蒂的人给制止 修旅车18岁驾驶又被压到旁边 被好几人围殴 不到几分钟 对方又来了两辆车 一共八九个人 身上多有刺青 被打的驾驶同车同学 想救人 却什么事也做不了 亲眼看着好朋友被打到失去意识 直到路人报警 十几名园警来了 打人嫌犯还是不断叫嚣 就连要来载伤者的消防队员都听见了嫌犯叫嚣声音 事故地点在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 11月7号凌晨12点多 两车轻微擦撞 明明都只是侧边的板筋轻微损伤 家属质疑 就算这一辆马沙拉蒂 新车试驾要四五百万元 他们也有保险可以理赔维修费 怎么会在台中市最主要干道上 动手围殴不断道歉的驾驶 还把人打到昏迷 而打人的张兴竹贤跟另外两名男子 警方认为他们不是现行犯 做完笔录 依杀人未遂 恐吓和妨害秩序等最嫌 含送地检署正办 TVBS新闻 吕正成将军彦宏采访台中采访报道 遭到殴打的男大生才18岁 被三名扼杀打到了头骨破裂 还在昏迷 他的妈妈深深呼喚 祈祷儿子快一点醒来 也质疑 嫌犯是在博弈公司上班 我看到那幕真的是很崩溃 我真的 真的 我没有办法第一次去救他 宋妈妈想到儿子当时遭到痛殴 责备自己来不及抵达孩子 身边救他眼泪不停流下 他很怕痛 他经历这种事情我真的 我真的不希望他承受这些痛苦 当妈的心真的好痛 多想代替孩子承受痛苦 宋妈妈说发生差撞后 儿子下车就不断道歉 对方却像寻仇一样 不只拳打脚踢还持棍棒 把人打到昏迷 我以前我们不能报警 还是小孩子就把他打成这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是跟他有深仇大恨吗 宋新南大生躺在家户病房 还没醒来 宋妈妈靠在一旁 深深呼唤 要儿子早点好起来 宋新南大生才18岁 就读冯甲大学商学院大一新生 遭到三名男子击中头部攻击 导致他头骨破裂一磨上出血 颅骨底部闭锁性骨折 宋医紧急动了开颅手术 他的脑伤刚开始的时候 医生是跟我讲说 要我有心理准备 一定会好后遗症 宋妈妈不舍儿子相当乖巧 也很贴心 他7号当天参加完教会活动 结束后和高中同学聚会 还热心的开车要送同学回家 结果半路和马沙拉蒂发生擦撞 竟然演变成当街被围殴 家属也质疑三名扼诈 疑似在博弈公司上班 要求他们车上的所有的人 都不可以接电话 也不可以报警 否则就会对他们不利 家属质疑嫌犯背景 但警方没有证实 只说三名嫌犯是自由业 开的马沙拉蒂登记在主嫌 张姓男子妈妈名下 而被害家属现在希望 起好晚上12点40分左右 有经过的车子 和当时一位报案的路人 可以提供画面 并且帮忙出面作证 中美关系紧张 最新的卫星图片就显示 解放军在新疆沙漠 建造美国航母跟驱逐舰的模型 疑似作为标靶 用来演练如何以飞弹 来攻击美军的航母 其实解放军是大幅的扩张 他们拥有355艘的各式舰艇 就数量而言 是已经超越了美军位居 全球第一 大陆新疆军区不是只有针对中印边界 情势裂兵 现在还被发现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出现了一艘和美国福特号航舰 高度相似的立体模型 这让美国咬定解放军在荒漠里 演练攻击美舰 想要撇清 但这一次被拍到的不止这一艘航舰 还有另外两艘 看起来和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差不多大小的模型 放大画面来看 就连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也都等比打造还原 而且这地点过去也曾是 大陆测试所谓攻美利器的秘密基地 新车斯轮近曾经测试 有航母杀手之星的东风21D 反栏弹道导弹的靶墙 2013年阿根廷军事论坛 曝光了一张卫星照 在大陆戈壁沙漠中出现了一块长约200公尺的白色平台 还被炸出了两个大洞 平台看起来就像是航舰的甲板 而这两个大洞据传就是试射东风21D导弹流下的坑洞 事实上解放军从1996年 科林顿时代的台海飞弹危机后 就以美国航舰为攻击假想目标 实战演训投射炮弹 大陆轰6K战机是绕台机队长客 但是在今年1月底就被爆出 当时有8架轰6K禁台 真正目的是为了演练攻击美国航舰 而被大陆军事迷逆称为战神的轰6K 去年9月还曾公布一段影片 从一处偏僻基地起飞执行攻击任务 按下发射钮射出飞弹 瞬间就把敌军基地炸个粉碎 但也就是这一幕被美国媒体发现 这不是针对关岛基地吗 视频中显示的卫星照片 几乎是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精确布局 视频中的描述中写道 我们是祖国空中安全的捍卫者 这段影片威胁意味能后 引发美国媒体高度关注 但随后也被抓包 像是土石震动等画面 是直接剪接好莱坞电影片段来的 因此后来也草草下架 而最新曝光的轰6K大外宣 还直接取名叫肉岛巡航 明显是针对台湾 第一次去感觉很新鲜 也很激动 但是随着去的姿势多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就是 谁还不在自家院子里 转转那种感觉 言下之意就是饶台次数多 就像是走自家厨房一样 大陆为模拟攻台战略 更在戈壁新建一个和台中清泉岗机场 一模一样的顶新基地 沙漠中模拟假想目标 不管是对台对美 都有浓浓挑衅警告意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第五代战机是分别由美中俄来掌握关键的技术 不过最新的卫星照拍到了中共疑似着手来研发第六代的战机 是采取五尾仪的设计有助于隐形避免被雷达给侦测到 同时可以减少主力让战机可以高速飞行并且持续巡航 卫星照片中红色箭头指出位在机棚阴影旁的战机 将画面放大来看能分辨出三角机翼构型 这里是中共专门测试新锐战机的成都公司试验机场 美国军事观察杂志网站指出 这疑似是中共首架第六代战机 这架新式战机透过卫星照片只能大概看出个轮廓 但是我们透过珠海航展以及部分的公开资料 也拼凑出它的雏形 像是它属于三角机翼 有点类似我们的幻象战机 而它没有垂直尾翼 可能是透过矢量发动机来增进它的机动性 而一般相信这架新式战机 具备比第五代战机更优秀的隐形能力 以及巡航航程 现在世界上的第五代战机只有四款 包括美国的F35、F22、中共的歼20 以及俄国的苏凯57 划分定义 至少得具备逆踪科技 以及超音速巡航能力 而第六代战机的定义 目前仍然模糊 它在连往作战上的需求 会比现在的战机一定会更高 也就是说它要成为 网路中心作战中的 类似像管理者 它的部分的功能跟角色 可能会跟现在F35战机 但是又能够有超过F35战机所具备的高超高机动性 就例如说航程要更长 然后它速度可能更快 然后能够搭载更多种形式的长城武器 然后会采用更全力中化的构型 一般推估第六代战机的基本特征 是更强的隐形能力和超音速巡航 并且能够连接卫星 具备人工智能 可以控制多架无人机协同作战 但这架新曝光的中共战机 真实身份仍然沉迷 那它跟每次的系统差别差在哪里呢 因为每次的这些飞机 其实它都有它的实战的一些经验 而且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 一直在做相关的修改 包含人员的训练 是不是有发展第六代战机 甚至它的这个轰二十 这些各方面现在很多的谣传 然后也有一些 我相信一定有在做 但是它怎么样去弥补它前面这一块 它没有一个实战的经验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些东西 是不能试的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 是美国在2005问世的F-22猛禽战机 美国投入了昂贵的黑科技重金打造 但技术水准是到了 后续的维持 连财大气粗的美国都吃不消 因此规划在2030年将F-22除役 并采纳全新的第六代战机 而美国的研发进度 仍然领先全球 2030年用这个NGAD 就是下一代空中优势 他们是这样子命名 这个下一代战机 来取代这个F-22 然后在今年 美国有些在Loki Martin的实验场 有被人拍到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 这个实验的构型 那被号称是可能是 就是这个NGAD的雏形 包括国会议员 曾经参观过这个NGAD 秘密参观他们的这个设计的情况 然后认为说这个NGAD的发展 非常成熟 那所以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下一代战机 其实蛮像 具有相当的信心 在这场军事科技竞赛之中 美国持续维持领先地位 中共则试图突破技术限制 颠覆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局势 DPBS新闻合将顾向军 台北报导 美国计划明年初要在全球投资 五到十个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似乎要用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 就请伊伦来分析 美中的角力是不是随着疫情趋缓 渐渐又升温了呢 美国总统拜登G7之间 在六月曾经讨论过一项计划 就叫做重建更美好的世界 这是针对开发中的国家 说在明年一月的时候 全球要投资五到十个 大型的基础建设的项目 那为开发中的国家 提供全方位的金融工具 那也有路透社报道说 有消息人士跟他们讲 美国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辛格 在上周就率了代表团访问 在内加尔 那主要就是要建西非的 疫苗生产中心 还有加强可以再生能源供应 还有增加的是 妇女拥有企业的贷款 那美国其实早就有行动 九月的时候代表团就已经访问 厄瓜多尔 巴拿马跟 哥伦比亚等地 那年底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个代表团 将访问亚洲的国家 但到底是哪个国家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呈现 但是整个走完之后 相关的计划 在年底G7的会议上面 会做最终的确认 但是这个项目被认为说 其实主要就是要对抗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也希望 透过一带一路 能够让区域的经济 来整合提升他们的实力 而且似乎这个开发中的国家 也是比较想跟G7来合作了 因为对比中国大陆 他们是不需要签保密协定 所以开发中国家 似乎现在也成了 美中之间的另外一个角力战场 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已经登场 这会是毛泽东邓小平后 第三次的通过历史决议 所以伊伦要继续来告诉我们的是 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核心理论 会被进一步的强化 中国大陆现在政坛上的重头戏 正在登场当中 也就是他们的六中全会 十月八号正式展开 这是为期四天的闭门会议 而且在今年又是中共建党的百年 所以一方面是定调 共产党的路线 一方面自然是为习近平的 明年序任来铺路 这次也会讨论一个非常重点的议题 就是中共的历史决议 这一次讨论成就是第三次 过去就是毛泽东是第一次 邓小平是第二次 所以习近平的这第三次 也被视为相当有意义 主要会对于习近平的核心理论 来进一步的强化 甚至也会强调党的成就 未来中国崛起的愿景 这再再都是要让习近平的下一步 在震惊外交政策上面运行无碍 当然你可以看到 在2018年的时候 习近平已经取消了任期的限制 所以当时如果他没有取消的话 照我来说他就是只能做到明年 不过也因为他现在取消了 所以明年二十大的继任 他也要让这个历史合法性 是更增加的 纽约时报也报导了相关的说法 他说现在感觉就是要全面介绍 现代中国 然后赋予习近平历史命运的必然 证明他的政策路线都是正确的 那中国的评论员邓玉文也特别讲说 这再再就是要提高习近平的地位巩固 那过去毛泽东是让中国站起来 那邓小平是让中国富起来 现在习近平想要强调的是 要让中国强起来 大陆神舟13号女太空人王亚平 她成为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完成出舱任务的女太空人 为了进行这回的任务 她们是使用了最新研发的舱外太空装 可以透过颜色来区分太空人 也非常适合身材娇小的女性 在执行任务时可以更加的灵活 很多次我在想 在天上如果看地球 看太空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等我真正到了太空 我觉得当时只有两个字来形容 就是震撼 中国大陆太空任务 在写下新的历程碑 现在已经完全出来了 珍州13号太空人王亚平 7号顺利成为大陆史上第一位 进行出舱任务的女太空人 身为女太空人 王亚平一举一动都是话题的焦点 甚至有专属的福利 给她配置了什么巧克力 甜点 还有一些补血用品 还根据这次任务的需求 给她还有卫生用品 甚至化妆品 但太空中生活的不变白白肿 就连头发长长都得自己想办法 几天前王亚平就亲自操刀 帮同事理发 另一人还要拿吸尘器 防止头发乱漂 因为我们在太空 不管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头发肯定会长长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 必须具备这个理发师的这种技能 说起女性的太空史 要回溯到1963年 当时苏联的泰瑞斯可娃 成为全球第一位女太空人 至于大陆的女太空人一号 其实是她 我们为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2012年刘洋搭乘 神舟九号升空 当时的王亚平 虽然无缘成为第一人 却在隔年搭上神舟十号 成为大陆首个80后太空人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她当年还在太空授课 教小朋友相关的知识 把这个静止的陀螺放到下面 给他们同样的干扰力 非常的有意思 据了解王亚平这回 也将带来第二次的太空课 并在太空任务上 展现出女性优点 女航天员她可以去执行 一些需要在狭小空间 操作的一些任务 就是说大体型的航天员进不去 我需要女航天员去 进入这么一个区域 去进行操作 除了女性太空人成为亮点 这次出舱任务 还亮相了一款 全新的舱外太空装 大家在前面的出舱里面 可能已经看到了 我们舱外幅A和舱外幅B 一个是国旗红 一个是太空蓝 然后我们舱外幅C呢 是那个国旗黄 就是国旗上星星的颜色 这款编号C的太空装 上个月底才由天舟三号 直送太空 经过开箱检查 太空人11月2号 才是首度的试穿 而外观上 除了能以颜色区分太空人 价值的移动也更加灵活 经过我们优化以后 然后我们能让这个 更适合瘦小的航天员 毕竟出舱时间长达6小时半 为的就是安装一款 关键的转接和悬挂装置 这次要安装的这个 部件呢叫 大小机械臂双臂组合 转接件及悬挂装置 念起来都比较绕口 很长的名字 也就是未来将大街臂 和小街臂进行组合的 连接装置 完成后工作范围将可 长达14.5公尺 不过三名太空人 各种忙碌的工作 才刚开始 他们将在停留的 6个月期间 为后续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 TV本新闻综合报导 日本是打算替本土的 晶片工厂建设 来提供补贴 刚好台积电计划 在雄本建厂 渴望率先受贿 再交给一轮 台湾的台积电 真的是护国神山 而且也屡屡让台湾 受到国际间 相当大的关注 最主要还是在 这个半导体 现在在全球是 供不应求的状况 所以美国希望知道说 半导体为什么会短缺 他要企业来提交相关的资料 之前也在台湾有一些风暴 因为其中一个半导体的企业 就是台积电 现在8号的时候 台积电也说 他们已经交卷了 也就是提交资料 但是顾客的机敏资料 他们是并没有缴交的 也包含上是联电 都已经提供给美国资料 至于南韩的SK海力士 甚至是三星企业说 他们还没有缴交 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知道有些人会反弹 所以他也讲说 台积电的半导体商 都是自愿的来交出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其实相当积极 希望能够扶植 他们自己有的半导体商 甚至能够吸引大量的 外资来投入 张忠摩之前则是比较不看好 日本现在也跟美国一样 都蛮积极的 他们也拟推 晶片业的金钱援助计划 还说企业如果在短缺期 能够增产的话 就可以来获得补助 谁最优先受惠 说是台积电的雄本厂 其实他最新说 是有跟Sony一起来合作的 而且可能要投资的 一部分的日元 也非常庞大 当然消息人士现在说 这日本政府 当然是非常的欣喜 所以他可能也会补助一部分 日本的疫情缓和 但欧洲却再度的成为疫情镇压 根据分析 几乎每四天就会新增一百万例 好几个国家决定要来推行加强剂 包括了法国 德国 向奥地利更是下放 让所有12岁以上来接种第三针 匈牙利当局甚至考量 是否要推第四季 美国周一重开边境后 欧洲各大机场立刻涌现 人潮向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 很多人就是要飞美国 我们选择我们的妻子和妻子 而是我们的妻子 而我们的妻子 我们希望我们在两年 期待到这一年 让我们可以再次飞 我们今天飞到纽约 态度很棒 我们已经在年轮上了 而伦敦西斯洛机场 还安排英国航空汉维珍 航空两架飞美的班机 平行跑道同时起飞 毕竟航空公司真的闷太久 这是我们的客户很好的消息 为客户 为Air France 和Air France KDM 至少欧洲近期又被WHO警告 已经变成疫情正央 像是德国11月8号 单日又新增两万三千多例 恐怕不是旅游的好时机 奥地利单日确诊也逼近9千例 相当一年前的高点 当地政府因此规定 10月8号起没有打疫苗的 都不能进出咖啡厅 餐厅或理法厅等公共场所 这是因为奥地利相比西欧国家 接种率相对低 大约64%完成接种 不过还是有人就是不肯打疫苗 刚结束11天防疫假的俄罗斯 周二确诊数虽然稍稍下降 却还是有多达三万九千多人染疫 单日一千两百一十一人死亡 也在创新高 只是有的莫斯科人 感觉疫情好转 当地地铁站民众就照常搭车 只是有人没戴口罩或是露出鼻子 恐怕出现防疫漏洞 由于担心冬天疫情大爆发 欧洲多国加强打第三击 疫苗 匈牙利甚至传出 想更超前部署 考虑打第四针 而亚洲的香港也宣布 开打第三剂疫苗 香港11号起开放脆弱族群 包含60岁以上的年长者 和医护员接种第三剂疫苗 虽然目前大陆往来香港 设有回港疫或是来港疫的免检疫措施 但未来也不排除设置熔断机制 而除了新冠疫情 欧洲的英国和波兰陆续爆出H5N1情流感 其中波兰有6家养殖厂通报疫情 受影响的加勤总数高达65万 恐怕成为欧洲另一项防疫挑战 DVD新闻综合报道 手机可以用来统计人口的分布 这是内政部跟电信业合作 透过基地台的讯号就发现 台北市的白天人口比起夜间 多出了71.8万人 这也代表了都会区的核心效应 而全台夜间人口最多的是在新北市板桥 因为临近台北生活很便利 在货柜上爬上爬下 把装饰屋顶固定 加上圣诞树还有周边的灯饰 放野望去新北市府广场前 已经有了梦幻雏行 人员加紧赶工中 因为2021年新北耶诞城 确定将在12月初登场 预计这一开城将再为板桥迎来人潮高峰 其实不光是夜诞城非常的热闹 板桥本身就有车站百货还有行政中心 而根据结合通讯得出的最新统计就发现了 全台日夜间人口 以新北市440.5万最多 其中板桥的夜间人口更是达到了50几点7万 比平日的白天还要多了11万多 是全台夜间人口最多的乡镇市区 不只户籍人口最多 夜间活动人口同样位居第一 除了地理位置临近台北市 板桥便利的交通 加上房价相对亲民 也成了生活闹区和宜居的热点 其实不单单只有板桥 像是板桥 新庄等地 其实我们这边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好 居住环境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在交通这么便捷的情况下 其实人潮是会慢慢融入的 那再加上其实新北市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吸引人潮的方式 我们可以带动经济尤其是在这个 以后的这个阶段 我们希望能够促进我们地方的发展 若单纯以平日日间人口数来看 排名第一的是新北市376万人 而台北市则紧追在后 台中市的309.8万人位居第三 六都的日间人口数 共占了全国人口的72.58% 透过基地台讯号进行新形态的人口统计 还有这一项新发现 而台北市强大的是它核心都会区的磁吸效应 根据统计也发现了 台北市的日间还有夜间的人口差距数 是全台最大 白天可以到达350.8万 比夜间的活动人口数多了71.8万 从外线市流进来的部分 其中以这个大安区跟中正区跟新医区为主 中正跟大安市大概是我们台北市大学最多的地方 那新医区就是上半大楼这个部分 所以可以显现就是这些人就是因为就学就业 然后来到台北市 晚上的时候有没有 就透过我们的捷印回到他原来的居住地 尽管北市磁吸力强 但疫情的冲击下许多旅外国人回不来 户籍上的脱北者数字更在暴增 从105年到108年 北市每年出境两年以上的户籍 迁出国外人数几乎都落在一万出头 但到了去年爬到了一万八千人 而今年还没有过完就已经飙到将近四万人 Combinating的部分 他从108年年底开始 那一直到今年的部分刚好接近满两年 那这个部分很明显的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因为两年内都没有办法回到国内来 他有可能他个人的考量相关的部分 全国统一的一个现象 因为它是法规的规定 也就是说他在国外滞留 超过两年以上没有回来 那就会被禁为前处 从人口活动到人口移动 生活形态的微妙变化 细节都藏在数字里 日前有机师不幸在检疫后离世 他曾经抱怨在执勤检疫中无限的轮回 机师工会也呼吁证实他们的身心健康 就有机师发声说很像是被关在监狱 机师工会成员一到隔离饭店外 窗内纳头马上有手伸出来打招呼 用浴巾枕头黄飘袋通通有 非常热情回应 因为检疫中机师们无法踏出房门 整天只能盯着外头的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头 这是机师居检的饭店 他们在窗户旁边挂上了黄丝带 这是在呼吁桃园机师工会发出的两项诉求 也就是居检期不派飞 以及每个月至少三天 非居检非执勤非自主健康管理的喘息期 他们挂上了这个黄丝带 虽然表达的是无声的抗议 窗户上清晰可见黄飘袋贴成的标示 一痕一束胶织成监狱的模样 还有一个人抓着栏杆上头写的pilot 监狱里的人就是机师 另一个窗户homesick想家了 有部分的组员 因为他的排班的关系 我们会看到所谓的地域班表出现 就是他前面已经出去十几天了 然后回家两天三天 然后再来又来一个十几天这样子 其实这对组员来说 是一种煎熬 我们家小的比较连我 他常常在 他常常问妈妈说 爸爸这趟要多久才要回来 即使自录影片 周末的百货公司不时有活动 这一周还放着烟火 看着民众聚集合家欢乐 对他们来说确实奢求 因为他们不是在隔离 就是在隔离的路上 五家走无限轮回 身心煎熬 虽然有极少数的机组人员 让航空业成为社会大众眼中的防疫破口 但即使说他们真的比大家更怕染疫 我们很努力的在守住防疫的前线 可是我们却一直得不到后方的资源 我们听不到 应该说听不到网路上一点点同情的声音 这是让我们其实觉得心力最交瘁的地方 最主要的对机组人员这一年来的苦 就是我觉得人权被牺牲 对人权被牺牲之外 那当然我们的健康 我们生理心理的状态 也被牺牲 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与朋友相处的时间 对不对 我们就不是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几个月前呢 已经有外籍组员 在同时的景仪宿舍的走廊上 跪在地上放声大哭了这样子 日前一名国际航空外籍机师 不幸在检疫后离世 生前曾抱怨不断在执行 检疫中无限轮回 机师公会因此发起了黄票带行动 呼吁主管机关航空公司 正式机组员身心健康 那至于他们这次有些诉求 因为牵涉到排班的情形 所以可能请民航局跟华航本身来了解说 排班怎么样能够 跟他们的诉求能够相契合 华航回应 开放24小时资商平台 提供机组员专业协助 长虹则表示若有需要可申请特休 或者有心病假 民航局则是持续协调当中 只是除了检疫问题 有的机师则是因为班机减半 收入大受影响 到量饭店应征实行160元的职缺 那或许是 就是在银行的机组员的部分 他们因为收入时 真的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那或许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 疫情影响全球将近两年 为了提供必要空中交通运输 机组员守在国门岗位 为了防疫不断隔离 这样的苦 指望能被体谅 TVB的新闻 李伟华 陈建民 王卫庭 桃园报道 纯洁预估有4万人返台 指挥中信 已经放宽 简易为10加4 观光局是建议民众分批反国 对于已订好机票的人 王国才是说会尽力协助机票来改齐 据国门第一线的桃园则是说 就算是边境开放 也会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桃园市街场的国门 也是重要的防疫关键 明年春节预计将会有4万多人返台 如何在边境做好管理 现在也考验着桃园市的处理危机 春节返乡 人潮爆量 这回还得挺过疫情的考验 预估4万多人的返乡人潮 为处第一线的国门桃园 如何因应考验政策 建议还是希望第六季 能够开放到六层 再来谈 那市长你认同吗 指挥中心会依照国际上的 这个类似的标准 二季满了六层或七层 边境才会解封 询讯会上来回讨论 针对目前边境管理的议题 桃园市府表示 国境是否解封 指挥中心会依照国际标准 在疫苗第二季覆盖率 达到六到七层的时候 才会考虑 未来除了服务旅客的第一线 机场和机主人员之外 包含地勤空勤 货运站人员必须完整接种 定期进行PCR筛检追踪 预估将会有三万五千多人 就算未来开放搭乘机节 也会同步列入管理 就是机场 还有我们桃园的医院 还有我们桃园的防御旅馆 这三个是重要的防线 那只要把这三个重要防线 串起来都保护好 那病毒就不会进入社区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网的概念 机场工作人员的部分 一定要有完整的疫苗覆盖率 那机场的工作人员 我们算过大概有三万五千名 那三万五千名 要开放就得做好防务措施 桃园市将针对三大面向强化 第一机场服务人员定期PCR检测 第二中央如果规划第三剂疫苗 争取机场人员和机组员优先施打 第三是医疗院所持续找其侦测 加强检验 毕竟大批反国民众涌入 防疫工作得做到最高标准 防疫旅馆里面的工作人员 我们是要求要全数施打疫苗的 那以及如果譬如说防疫旅馆 有收治到确诊的旅客的部分 本来中央规定是一定要禁制24小时 但我们以最高标准去使用 所以我们是要求防疫旅馆 如果有收治到这个确诊的旅客 是要禁制满48小时 现在这个人员 我们如果能够要求他们 在国外都能够打满两机 疫苗才准入境 入境以后我们只给他关一天 给他做个筛查 筛查阴境才准出 你阳性的话就得接近去关下去 回国之后大量的人潮防疫旅馆跟车辆 是否能有效因应 日前中央宣布因应春节假期检疫措施 从非重点高风险国家入境民众 前十天入住防疫旅馆之后 后四天可以返家在家检疫 以一人一户为原则 但同户内同住家人 均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前满14天 可以与同户内一人一室同住 有了三道防线 一道就是筛查 一道就是疫苗 再加上一道 就是我们的全面口罩 这三道防线防起来 会比你一道 把人关起来 要来得差吗 绝对不会 返乡大战即将到来 春节这一战攸关防疫成败 不止桃园 各县市都得动起来 避免任何破口产生 TVN新闻车响来一名 桃园再发报道 三阶案出现了翻版 这是因为台电打算在 基隆协和电厂的外海 来兴建第四天然气的接收站 协和电厂呢 它是全台最后一个的燃油发电厂 只是填海造陆盖四街 不仅会破坏海洋生态 造成了七万多株的珊瑚被活埋 而且它的运转年限只有18年 恐怕破坏与效益不成正比 碧海晴天 浪涛拍案 天然礁石 吸引鸟儿造访 游客搭船 欣赏美景 处处生机盎然 外幕山是基隆市 仅存的天然海岸 绵延五公里的好山好水 恐怕将蒙上阴霾 基隆协和电厂燃油机组 将改建成天然气机组 为了兴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台电必须在这里填海造陆18公顷 不过周边海域有多达七万种珊瑚 恐怕将成为能源转型下的牺牲品 结合电厂外的这片海就是第四座天然气接收站预定地 台电规划燃气机组2025年启用 四节填海造陆预计2032年完工 中间至少七年空窗期将利用浮动式天然气接收站公器 但环保团体抨击 既然能采浮动式何必填海造陆 一旦海岸水泥化 不只水下七万多株珊瑚跟着陪葬 对周边生态环境也将产生不可逆的严重冲击 这是自然海床 你一旦填埋了之后 你不会知道说这18.6公顷会带来怎么样的效应 那当然在工程上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它的突体效应 它会改变这周围的飘沙 那突体效应它总共会影响五公里的海岸 也就是说我们到远一点 到野柳甲 到我们外木山沙滩 会不会因为这个工程而消失 之前因为过去金融市政府 当然就是要清淤 那所以我们有机会下去看 那下去看了之后就发现到 其实里面的十三湖 它的这个数量蛮多的 蛮大一片的 那种类蛮多样的 现在变成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那有一些像桌状珊瑚 它是超过一公尺以上的 那这些的珊瑚 在北台湾地区来说 就相当的珍贵跟难得 国内研究珊瑚的专家 廖韵志与海科馆团队 曾经潜入外木山海底 勘察在地生态 发现近二三十年来 隔绝外界干扰的珊瑚群 不止体型硕大 种类丰富 更是许多鱼群 富裕下一代的绝佳场所 虽然台电强调 当地珊瑚和鱼类 并非特有种或保育类 未来还可透过人工富裕 为珊瑚创造更好的家 但专家几乎 人为富裕失败几率高 不是只有生稀物种才值得保护 它不是那么容易 好你要让它存活 而且让它长大 就像我说的 珊瑚它还长到那么大 其实它花的时间 可能是几十年的时间 人员转型我们支持 但不应该是以这种 填海招路 大量毁坏环境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说 而且又事实不完全揭露 告诉大家说 你要支持我台电 我要填海招路 不然你们北部的电网 就会有缺电 这是很重要的电网 这不是霸凌什么是霸凌 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出报告 等到下一次环境会议的时候 我们会把我们的 最后的其他的结果 向各界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 中流的三街风波尚未平息 台电四街又掀起争议 经济部承诺将再延伤可行的替代方案 环团也坚持立场 希望能源转型 别建立在破坏生态的基础上 TVB新闻谢贤熙 戴源丽基隆采访报道 现代人饮食不忌口 要是含糖饮料 或者是精致饮食摄取过量 小心糖尿病找上门 根据统计 台湾的糖尿病人口 已经超过了220万 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这当中有高达6成的患者 血糖控制不合格 这也代表估计有100万人 在未来的10年当中 会逐渐的发病 糖尿病初期经常没有症状 因为典型糖尿病症状三多一少 也就是多吃多喝 多尿及体重减少 要平均血糖高于200才会发生 国内初诊断 糖尿病患大多是 借由健检得知离病 而这也是为何 国民健康署推广的成人健检 是超过4岁以上成人 至少每3年一次检验空腹血糖 希望能提早发现 美国糖尿病学会对于 罹患糖尿病高风险族群 如糖尿病前期 一等境内患有糖尿病患者 肥胖高血压高血脂 曾经罹患认诊糖尿病 及缺乏运动者 则建议45岁以上 每年检测一次空腹血糖 及糖化血色素 希望能尽早诊断及及早治疗 每年新诊断糖尿病患者约16万人 新发病人数已逼近 每年国内新生儿的数量 可惜的是 国内糖尿病患者 有年轻化的趋势 也就是40岁以下 年轻型糖尿病发生率显著增加 为了预防病人 他在发生糖尿病和治疗上的困难 我们其实在生活形态上 要提早去帮助病人 做这样的生活形态管控 所以生活形态管控 包括饮食的稳定度 包括运动 以及包括初接药物的接触都很重要 国健署大力推动健康饮食 健康促进 体势能做起 希望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特别是正值事业繁忙的中壮年人口 对于成人健检是否提早介入 做好代谢症候群的追踪管理 以阻断糖尿病的发展 这是政府部门需要重视的议题 糖尿病肾病变初期 并没有很明显的症状 多数人在得了糖尿病10到15年之后 才陆续出现症状 尤其在出现四网我病变的时候 更要小心 根据台湾糖尿病健康促进机构 评管调查研究指出 高达六成糖有 未达到糖化血色素 小于7%的治疗目标 当你产生吃多喝多尿多 通常这个时候的糖尿病的 严重程度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只有几个病人是 他可能已经开始吃多喝多尿多 可是他一咽到血糖高达300多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 可能已经在糖尿病的中期 台湾市糖尿病盛行的地区 目前在40岁以上的人口 大概10%左右 换言之也就是说 大概每10人当中 就有一人是糖尿病的患者 在众多的糖尿病患当中 还有一群准糖尿病的病人 这群病人在台湾估计 大概有100万上下 在未来10年当中会逐渐发病 发病以后一样要接受 糖尿病的相关治疗 可以想象 长期泡在高血糖的环境里 视网膜细胞会坏死 发生眼毛 血管变得硬邦邦 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 中风 还有影响肾脏功能 而并发症的可怕之处在于 一旦发生之后 往往是无法回复的 随着尿蛋白的增加 及肾功能的恶化 肾脏糖值新生减少 加上药物的代谢变慢 病人血糖反而会控制的比较好 导致病人轻忽肾功能的变化 目前糖尿病剩病变 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 医师指出关键定期追踪与良好的血糖控制 可帮助延缓糖尿病发展进程 以及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早期的筛检诊断与治疗缺医不可 TVBS新闻陈如环 蒋志伟台北采访报道 现在外出还是得戴上口罩 但比利时公布的报告却发现 在口罩当中含有潜在的致癌物二氧化碳 很可能会危害健康 但欧盟委员会却说 目前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 口罩有致癌的风险 尼加拉瓜的总统大选已经正式落幕 根据初步的开票结果显示 强人总统奥地加几乎笃定第五次的当选 不过他在选前阻挡对手参选 又拘捕了反对派 就被抨击 尼加拉瓜已经沦为独裁政权 美国有一位16岁的少女被家人通报失踪 原来她是遭到了一名60多岁的男子给诱拐 少女跟嫌犯外出时 借期比出在抖音平台上头 广为流传的求救手势 幸好有入人见状报警 顺利地救出了少女 掌心朝外伸五指 拇指内弯 并四指 最后握拳盖拇指 这个很像台湾人在比五四零的首饰 最近在影音平台TikTok突然爆红 而且还救了美国16岁女孩的命 这位北卡罗来纳州少女 上周二被家人通报失踪 没想到后来被人发现 她和一位60多岁中年男子一起搭车行进坑塔基州 幼驾驶发现少女在车上 逼出这个求救信号后报警 才让警方成功跟肩 逮捕诱骗少女的嫌犯 幼拐犯最后被指控非法监禁 并持有未成年色情物品的罪名 随着少女幸运获救 五四零这个求救手势也在美国迅速爆红 这个求救手势一开始是加拿大妇女基金会 放在TikTok上的家暴自救宣传影片 社群网站虽然常被指控 会对未成年带来不良影响 只是在这次的案例中却帮了大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